讲不到 师父 师父 有外国人说 地球上活着三种很特别的动物 它们的爱与光比人类要多 就是海豚 鲸鱼 大象 它们的能量比人要高 它们为地球保持高能量 如果它们死了 能量随之消失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有道理 可是最有能量的还是人 人为万物之灵 现在人不自爱 人把方向走错了 大象不能成佛 人能成佛 那师父您说 它就是它们这些动物这么有灵性 杀了它们 那么它肯定会报复人类的吧 就灵性越高的动物 是否报复性越大 报复的速度越快呢 您看看 我带来的照片一定给您看看 说雪流成河 应该现在说雪流成海 鲸鱼 海豚 您看看 这个海豚看了它自己的同类被杀了以后 它痛苦的表情的眼泪 对 您看 师父 对 这些都是造成今天灾难的第一个因素 果报肯定会先前 肯定会先前 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 太可怕 我觉得人类挺残忍的 对 所以灾难频率一年比一年多 一次比一次严重 看到这些就明白了 自作自受 对 灾难不是自然的 所以自然灾害 这个话不太头疼 不太头疼 都是人心 人的行为 造的孽 所感应的 人类真的应该反省 应该忏悔了 对 所有这些灾难 师父 是不是跟我们人类共同的行为 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为这些行为 真深的忏悔 现在很难 很多人不相信 是非我们做什么 我们的部分的行为 相当为 应该需要抑制作用的行为 明镜需要猜то